银色轎车突然冲出来 跨越双黄线想要超车 但可能是看到对象也有来车 一路往旁边偏被逼到路间 驾驶迁不回来 就这样逆向开了好长一段 最后还是默默回到原本的位置 网友纷纷留言超了个寂寞 根本是白忙一场而且超级危险 离谱画面发生在云林麦聊 过程中还差点撞车 警方将会开罰 同样的惊险违规也发生在台中南区 靠近瑞峰街 阿伯骑这三轮车逆向狂切三个车道 把马路当自己夹 后方骑士看不下去 扒了他两身 阿伯才回头放慢速度 气得骑士把画面碰望 车流这么大 你敢这样骑车真的服了 而阿伯逆向跨越双白石线 没打方向灯 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扣好 最高要开罰七千七百元 收到罚单的那一刻 恐怕连都绿了 记者六命 杨生李云杰 云林台中综合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字幕提供